今天又是周日时间 我们又进入到这个 新经文化课程的学习时间 非常高兴 我们今天请到了这个孙海顺老师 继续给我们来 阐释新经 来给我们开示 我们前面几讲呢 讲到了这个开题 讲了好几讲 然后上一讲 我们第一次来接触到正文的这个讲解 讲到观自在的这个观自 孙老师呢 给我们做了非常好的这个摆示 孙老师是这个 我们民国时期两位佛法大家 这个徐云老和谭虚老的在传弟子 这个佛法上有非常精深的这个造诣 那么前一段时间的这个讲解 通过这个课程 大家也应该有了这个 非常清楚的这个了解和认识 孙老师的这个讲法呢 我们总结了六个字 第一叫精微 第二叫透彻 第三叫易懂 大家可能通过前面的学习 也就有所小解 我们今天的课程呢 非常好 有新经和太极连续的直播 这个新经课程完了以后 后面有太极拳 好 那我简单的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面 有请孙老师给我们做今天的开示 欢迎 好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线上的朋友们 很高兴我们今天 又能在欧洲太极文化中心 这样一个平台 来跟大家共同学习新经 新经我们已经讲了六讲了 如果本来按照原始的 简要的讲法呢 这六讲应该把新经讲完了 但是呢 因为跟咱们这个余主席啊 沟通了一下 余主席希望呢 我们能把这个新经讲的 透一点细一点 时间呢 以后就周末 大概这个时候 我们这边的六点啊 欧洲的应该是十一点 是吧 都一直在讲新经 预测啊 大概还得二十讲左右吧 争取快一点 或者十五讲 细一点 不许大二十讲 咱们通过这个新经呢 把整个佛家的礼仪 佛家的事 佛家的修行的方法 体系 都给大家介绍一下 当然简单一天就能讲完 一次就能讲完 但是我们想通过新经这个媒介 把呢 佛家整个这一套文化 就是我所指导的佛 佛学台 佛者觉悟 大觉者 所传承的一个学问 而且它里面有实修 有验证 有理论 有世界观 有人生观 有价值观 太庞大 太庞大了一个体系 我呢 只是 所谓沧海取其一宿 得到了一些 主要传承 是禅宗和天台宗 主要传承 所以呢 我们是 立禅宗 为立禅 以天台宗的 方法 为一句 来给大家分享 佛家的这些内容 所以说 这是我们第一小的 一个支牌 不能代表整个佛学 这条我们得先讲清楚 新经呢 它属于剥入部 我们之前也讲过 上一讲 我们讲新经的第一个字 实际上 它是第一句 观自在菩萨 这第一句 新经 观自在菩萨 我们还要简单的 概论一下 因为我们如果学佛啊 我们就知道 佛经 开头 都是如是我们 亦是佛在 这是当年欧南 问佛 我们要集结经典 那么我们的 佛经的开头 怎么看 释迦牟尼佛就说 如是我们 亦是佛在 那如是我们 从表面上的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是我 亲自从佛那听来的 这是简单的说法 表面上的意思 而实际上的意思 如是表的是 本体的妙用 如这本体 是者本体之妙用也 我者自信也 主人公也 文者主人公的某一种 启用的显现 所以 如是我闻 就是本体通过 主人公在我某一根上的显现 叫如是我闻 就是什么呢 佛之境界 佛 要开示误入 佛之境界 是什么样的境界 如是我闻 我闻如是 凡所闻皆是如是 凡所见皆是如是 凡所秀皆是如是 凡所处皆是如是 凡十八戒皆是如是 所以叫我闻如是 如是我闻 如是在哪 法身在哪 妙用在哪 在如是处 如是如是 即我闻显此如是 而一般我们众生 娑婆世界 闻根最立 所以说我闻 也可以是我见 也可以是我想 也可以是我言 也可以是我受 也可以是我秀 也可以 也可以是我唱 所以六根十八戒 皆是如是之所在 所以一切 现象皆是自心之所显现 所以如是就是心 心就是 这是佛经啊 那佛在哪 一时佛在 佛在一时处 在不二处 入不二法门 入得二中 就不再是佛了 佛就要入到 一真法界 所以叫一时佛在 那么我们看心经啊 心经开头怎么看 观自在菩萨 行生般若波罗命多诗 所以观自在菩萨 他不是佛啊 不是如是我闻哦 他有趣别了 那么行生般若波罗命多诗 不是一时哦 一时是国地 行生般若波罗命多诗 是因地 他是有法可作 有法可依呀 行生般若波罗命多 是一个法呀 什么 照见无见 所以心经实际上是 佛法当中 实修的核心所在 我们一般说 佛经很多 但讲的都是 果地的境界 如是我们一时佛在 都是果地之境界 而直指因地的实修方法 步骤次定 步骤次定 心经圆满包含 虽只有260个字左右啊 但圆满包含了佛家一切修行的心法之所在 我们把心经掌握 你修什么都是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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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写毛笔字也是佛法 实咒是佛法 我念外语也是佛法 你只要掌握了这个内在的心法 一切相 不都是如是所变先吗 那么一切相 皆能返回如是一时佛在的本源啊 所以说25种元通啊 为什么说25种元通啊 18界加上什么 地水火风空见世 其大 18界加上其大是25 一切一正身心世界 皆是契入诸佛法身的 路径 处处皆可成就 处处皆可圆容 处处皆可其手 得大自在啊 一旦实德性大地无寸度 所以真正佛法 学到什么了 学到你真正觉悟的时候 就没有法了 圆满自在 哪都是法 哪都是佛法 怎么都对 怎么都行 就类似的 我们儒家 同志讲的是吧 事实随性所欲而不欲拘啊 有点这个意思 但比这个还要透彻 没有拘可欲 反所有拘 皆自信之所显现 哪有拘啊 我到哪哪是拘 我怎么做 怎么就是拘 就这么自在啊 所以学佛学到最后 就要得这个大自在 所以为什么要学佛 学佛有什么好处 有什么福报 没有好处 没有福报 为什么 好处也好 福报也好 都是三界六道的东西 三界六道 只是我心中一成瘾儿 一个影子嘛 它怎么能跟我的佛性相比呢 那里面的增增减减 多多少少得得失失 不值得一提啊 如梦一场 所谓大若梦中佛事 相复尽礼莫俊难 要若识得心 一切佛国皆无心幻幻 其中功德无量无边 自在自如 那个自在 那学佛学的就是这个 得的就是这个 得大自在 所以我们学心经啊 它的好处在哪 我为什么要讲心经啊 这个果妙妙啊 大家想不想尝啊 我也想得大自在 我也想把束缚解脱 我也想把痛苦转掉 我也想把烦恼消除 我也想得清净法身 怎么办呢 如何得呀 这一桌子菜真的好 怎么吃啊 哪地方能坐呀 哪地方正宗啊 如何到那儿啊 前面的十字幕口是 左转去右转去执行的 心经讲的 恰恰是这个路数 我们怎么到达 我们怎么到达 果地 怎么到达 时报庄严 乃至 长济光土 如何 弃入 那我们上一家讲了 观自在 菩萨 一般理解 观自在菩萨 不就是观音菩萨吗 也叫观世音 唐朝的时候 有一个皇上 叫李世明 翻译的人呢 为了避讳李世明的 这个名讳啊 是吧 就把观世音的 式字给去掉 叫观音 所以观音菩萨 就是观自在菩萨 勉强对 勉强 为什么 一个是音地 一个是果地 观音菩萨 是修观自在菩萨 法门的学生 而通过 法门文字性 通过观音的方式 和方法来证得 本自原容的自信 实现观自在的妙语 观自在是果地啊 相当于观音菩萨 是什么概念呢 是大一的学生 观自在菩萨 是什么呢 是博士毕业 是导师了 但是他们晓的 学的是一门 所谓的什么 观 好多人就问了 对吧 你心里讲的这么玄 这么妙 你不是有修法吗 这个观到底怎么修 愣言里面 二十五元通 将观世音菩萨 耳根元通里面 清楚地告诉我们 反文文字性 性诚无上道 第一步叫入流亡锁 锁入即即 动静二相 了然不胜 这是第一步 怎么修 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是实修咯 佛家的实修 有三种方式 一种方式 就是我们普陀山 我们有个叫潮应东 大家去过 不知道去过没有 叫翻应海潮应 潮应东的海潮 对吧 找一个这样的地方 到那去打坐 静静地去听这个海潮应 先听海潮应 听的时候 慢慢慢慢去把这个 听的这个能力 从海潮应往回收 收到哪 收到海潮应 背后的一个 一次性的震动 他比如 呼呼 对吧 这是什么海潮应 这是临时这个波 但你往后退就退到什么呢 退到这个 比如说有个大海 它有波动的地方 它就有不动的地方 就叫反应 就是这个波背后的 能震动 而没有震动 就听空气 说完就听空气 声音是因为空气震动 而产生的 所以我们先去听 这个声音 听着听着听着 这声音是怎么来的呢 哦 是空气震动来的 那么空气震动的空气 听空气 这就是反应 空气有声音吗 有 这个声音是没有声音的声音 叫反应 听空气是第一 比二步是什么呢 听空气背后自己能听的 这个念头 就是你去听的时候 你去 比如说我要听 去想我要听 去听着空气 而一去听这个空气的时候 这个空气是一个变 是一个状态 我不听 不听空气的时候 这个空气又是一个状态 听不听 听不听 在这个听不听 听不听 听不听 动静二向当中 去找这个什么呢 在听与不听 转换之间的这个 不动的东西 叫动静二向 了然不深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流 这就是动静 动中求静 在动当中求这个静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听 我去听 提起来 有心 无心 不听啊 有念吧 不能说心 说心不太对 有意去听 无意不听 有意去听 不听 有意去听 不听 你看这中间的变化 你能感觉到 这个骨膜 是个动向吗 骨膜 耳膜 这样 但是它背后 有个不动 这个背景啊 这个背景不动啊 这个时候 就经历了个背景 叫入流亡索 索入即即 动静二向 了然不胜 这第一步 第一步啊 这个时候 你会发现 到什么地步 身心 一下 就静下来了 大家可以先练 后面当然 还有二三四 我就不在这说了 这是入手 就到这一步 已经不错了 入定了 入定 就是说 你能从有声当中 听出这个无声 从声音现象 褪聚到声音现象 背后的什么 能产生声音现象的 这个物理基础 不是心态哦 到心态很难难 物理基础 就是声音 产生声音的物质基础 我们所谓的经 经元的经 经微的经 经是物质 它不是心理现象 你要到能听 跟所听是一 那就成了 我老是说这一块 这最后一步 中间还很细 咱们以后有机会 专门来讲 今天我们就点到 这一讲 就是今天了 就六点好几天的课 就大概 这就叫什么 观音菩萨的修法 大家一定要记住 所有的菩萨 就是修法 观音菩萨 就让你观这个音 就让你返文 用耳去观这个音 最后观出这个音 本字句足 那么我们简单的 介绍一下 发现这个经元之后 发现这个 哎呦 这个安安静静 明明吧 好像这个东西 就有点像道家的元气 有点像道家元气 你发现了 在这个地方 你身体当中 外头有这个仪器 在周流 这时候你的仪器 在周流 在流转 然后你就在这个仪器当中 观照自己的仪器 在流转 这时候犹如明月照大将 明月是你的自信 而大将是滔滔不绝的 流转的仪器 但是大将在没流转 他比较滔滔不绝 而我们这个是流转的 他也是滔滔不绝 对不对 因为你转进来 所以他滔滔不绝了 你这么留 你一会儿就没了 对吧 人他是转起来的 所以这个时候的状态 就如明月照大将 他往里照 哎 这就是我们 也是太极的境界 也是反文文字性 所谓叫什么呢 观音法门的第一步 入流亡锁 锁入即即 动静二相 了然不深 动静二相了 生灭灭移 寂灭二相 对吧 下一步是什么 心理状态 这个时候 你观照到自己的 这个循环 这个物质 和这个能观照的 这个月亮 它俩 是什么样的关系 这时候要解决 下一步解决这个 就是说 把你这个周流的 这个 所谓的仪器 要炼成 按照道家说 炼成神 按照佛家说 就是什么 还原成自新 华先生 把它给它化掉 这就是我们的行运 那怎么化 当然它有风 也是照破 照到它背后 转的时候 它有个不转的 它转的时候 它就有个不转的在 就好像 一个烟在虚空当中 动起来 你看到这个烟了 但是你还要发现 它背后不动的 这个时候 再跟这个不动的 和这个旋转 立马就不动 这就要如什么 如浩月灵虚空 这个时候 你的官照着的信 如浩月灵虚空 没有这个玄了 明白吗 第一 前一步是如 明月照大江 这叫如浩月当空 空是什么 不动 这就到了 官自在的最后一步 那这一步怎么说呢 实际上勉强也可以说 你照到的虚空 就是明月 没有虚空 你照到的虚空 凡所照处 皆是自信 这一点怎么破 真的是把一切的法 都放下才能破 凡 只要你有一丝法 只破不了 你只要去 我要去怎么怎么样 我要怎么怎么办 才能怎么 你但凡有一丁点这个 你就破不了 你只有彻底的放下 把所有的念头 心法 全部都彻底的放下 之后 嗡一下 你发现 其实那办法也是 也是明月 这办法也是明月 叫什么 叫什么 信信 相迷 一切都是此好月 没有天 没有地 唯有自信 圆月 照都没有 这就是我们 所谓的自 第二个字 观自在的自 这是谁呀 这一轮 好月是谁呀 这是谁丢的 而是哪 咱们经变的呀 对不对 中国人说是禅吗 这就是我呀 这就是真我呀 还不是假我 这个不是我 我是他照出来的影子 修了半天 我们就要明白 那一轮 叫什么 破虚空之好月 不是当空之好月 是破空之好月 整个虚空 皆以 皆如月色 这个时候 其实好月 就变成了什么 大日 你看那个太阳 对不对 没有空向 没有蔚蓝的天啊 你发现了 就发现 你唯有一个决心 发现了什么 发现 无量无边的光明 如容金 去充斥 发现 因为那什么 那是你所见的境界 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问 生灭灭 以 寂灭 现前 我们这时候就要问 为什么 他是谁 对不对 他是我错了 他是光错了 他是什么都错了 他什么都不是 我也什么都不是 生灭灭 即灭 现成 一下 大日 没有大日 连大日 是谁都不管 没有人 我了 他不是我是谁 从理论上讲 是真我 但不是我认为 他是真我 必然一定要搞清楚 这就是所谓的 自 这我们中国人讲的 自 自性的自 这是谁 自 所以观自在 观自在 通过观 发现自 观什么 观音 反文文字性 性成无常 倒可以 观相行不行 一样可以 25种元通 哪个不分 都可以 观到最后 我们就按到 这个阶梯 次级 最后要发现什么 大光明 无亮光 这是什么 最后一步 如果我们认为 发现了大光明 觉知到了大光明 哎呦不得了了 错了 这是错误的根本啊 为什么世界产生的时候 上帝就说 要有光 尊有了光 没有光 只有上帝 没有世界 对不对 所以第一步 错就错在哪 要有光 所以我们要突破 这个三维世界 我们要粉碎虚空 我们要回归 所谓的一争法界 西方其实就是 所谓的 跟上帝与神同在 是不是啊 我们要与 什么 觉悟自己本来 具足的佛性 叫与道合征 对吧 中国人叫这 怎么办啊 五星既是此光 五星既是此光明暗 不要光 为什么要光 我心本具 我要光干什么 你要有光的时候 你的心已经变成了 光的现象了 明白吗 不再是你的心了 所以你看 王明临终的时候 最后说一个什么 五星光明 福福火焰 中国人 太厉害了 王明为什么牛啊 他临终了 他也透了 五星就是光明 光明就是五星 我还别寻什么光 别寻什么光 对不对 念念无量 照彻法界 无量什么 无量光 就是这种 自啊 就是自信的妙应 所以我们要找到心 怎么找到心呢 无量光明 后头就是心 无量寿 光是什么 无量光啊 什么超日月光啊 什么 透法界光啊 这不就是阿弥陀佛 所以阿弥陀佛 一接引 为什么我们就能成就啊 阿弥陀佛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接引我们成就的人啊 这灵终 为什么要阿弥陀佛 接引 无量光接引 无量光一接引 我记住光 光记住我 怎么就 怎么是我记住光 光记住我呢 你不能说 认为这个光是我不对 你是不认为这个 这个光 不问这个光是谁 我彻底不管了 明白吗 彻底不管了 也不管我是谁 也不管光是谁 这个时候就去 彻底放下 是最难的 修行修到最后最难 老想执个法 老想执个真 老想执个对 老想执个一 那就就完了 最终就落在什么 落在二方 你为什么能之所知 能我一对 有争有假 有好有怪 有对有从 仁者呀 就是仁者 不是真正的圣仙 真正的圣仙 从他没有 所以你不娶 不舍 这个光就起 所以说 遇到光的时候 不舍 这就是秘诀 你自己不经历 那就没法说 当年我破定光 还有两个 用尽心机 想尽办法 想让它平衡 永远平衡 为什么 因为你多一个能平衡 你在调这个平衡的时候 你认为是二 实际上是三 因为你这个就在家 把这个忘了 你认为调平衡 怎么啪就变了呢 怎么就变了呢 怎么就突破不了呢 他怎么老裹挟在一块呢 这个定和会 怎么就不能通道呢 这段事 真的 这关就是过不去 礼上等 我就照着礼做呀 照着礼调啊 一调就下菜 最后你发现 无上 正等 正确 佛法最妙的一个字啊 我今天传给大家 耐心的等待 如猫不数 啥也别做 受诸带痛 真的 就往上一等 全有 等等什么意思 无聊无聊 张三里 是瓦尔玛的 等等 这一等等 无聊无聊 你看中国词 有没有意思 等等 要会等 平等 平衡从哪来的 等来的 这个等是等待的意思 平衡是两边一样的意思 他怎么能放一块 你发现平等 这个词是不很有意思 我们最终就要平衡什么 观和照啊 平衡觉和知啊 平衡知和见呀 对吧 二法如一法吗 平衡阴和阳都行 要阴阳和一的结果 要观照平衡的结果 而不是要观照平衡的行为 如果我去平衡观照 平衡阴阳 平衡觉知的时候 平得了吗 你就平不了 这就告诉诸位了 我今天都说错了 无死无命怎么来的 怎么迷的 就是你去平等了 这就叫自证分担 这就是无名之始啊 咋无名的 你要按照法去执吗 明白吗 我平等了 所以我要把它平等了 对吧 本字平等了 这一切法平等 所以我要和你平衡了 我要去平衡的时候 永远就不平衡 哇 这个初始无名就显现了 所有的祸快都出来了 所以说要无为啊 怎么无为啊 不等不行 不等没戏啊 世间法多了 无量无边 梦中之事啊 我讲什么啊 有机会闻到佛法 有机会学习佛法 你不超越十方三世 不突破这层假梦 而回归到正当中去 你正在观照这个世界 反而在这个世界当中 贪着一些小法 小乐 小鹰 小个 太亏了 亏的不是一般的 如入宝善 知取其和尔 虽然就和尔子坦的 也是好东西啊 但那大不了 大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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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呢 对不对 直进二十多米的那个大腿 大腿 不要呢 好东西啊 我们一般的鬼 都要入口 所以学佛干什么 说增加福报 增加智慧 增加健康 增加那个 增加这个 不一定是佛法 能增加的多了 而且佛法还不直接 佛法是什么 学佛干什么 看破世间家乡 觉悟自信 就这一件事 把我光明白 把世界光明白 信过来 所以心经 就是让我们信过来 就是唤醒了 一切法都是为了唤醒 为什么我说佛法 当然其他法也高 其他法是因为 你觉悟了之后 其他法都 都是自信的 但是你不觉悟 其他法还高 依然高 它还是自信的 但是我们不觉得 我们就认为 有些法高 有些法低 有些法好 有些法坏 为什么 你在向上取它 你在意识上取它 你不是突破了虚空 法界的束缚 而觉悟到自己的本性 你才知道 一切法有自信神 归到根上就一个字 字 佛法讲什么 有人说 那你跟我说说 佛法归根到底 用一个字做总结 对吧 我以前认识一个 清华大学的 总喜欢总结 是吧 说佛法就四个字 然后不行 今天不对了 过来改三个字 然后就用八个字了 其实可以总结的 如果非要用一个字总结 就是自己的字 佛法就讲这一个 也就是释迦牟尼佛 林冬讲了什么 常乐 我 尽 以字而立 要依靠自己的自信 但这个字到底是什么 我们要搞清楚 不是我们认为的肉身 也不是我们的思想 也不是我们的情绪 也不是我们的习惯 也不是我们的见解 这都不是字 如果认为这是字 就错误了 那什么是字呢 能起观照的问题 能够产生大光明的 这个问题 所以大光明背后 才是自己 光明背后才是真佛 你看那个佛放无量光 为什么佛放无量光 光厚的才是谁 他告诉你光厚的是佛 你不要看光 光里头 离了光背后 那是佛 你看 是不是 佛放无量光 他不是真刺眼 放光刺眼 他要告诉你 这个星光背后 那是星哦 不要执着于光哦 那我们拜佛 还是拜光 一座佛摆在这 啪啪没光了 你是拜佛 还是拜光 拜佛吧 所以我们现在是 认取自信 还是认取自信 的妙用啊 有道理没有啊 你要突破这个光的障碍 大光明是真障碍 到这一步了 你才可以说物以物不过 撒不落性海 无相 无不相 一切法 本具足 为什么 因为他能有光 能有光才是 后面才能有阴 能有光阴 才有 无量妙相 所以这一点 一定要搞清楚 所以我们看地藏经的时候 对不对 地藏菩萨 去见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 先放光 放中种光 再放音 再出种种妙音 然后再出这个什么 种种佛法 然后再出 种种禅定禁定 然后再出 种种现象 他这一步一步一步 怎么显现呢 告诉我 所以地藏经就是心丁的结束 为什么我们这边讲地藏经 那边讲心丁 地藏者心地之宝藏 地就是心地 就讲的心丁 藏就是地心中的宝藏 所以你心丁 这个心到底是什么样子 它里面有什么东西 有什么德能 有什么妙用 地藏经讲的清楚 所以 要一块听啊 心丁讲的是 心 地藏经讲的是什么 心寒藏的妙用 而这个心 其实就是什么 官司在 那地藏经 寒藏了什么 藏了什么 藏了官和藏了在 所以 我们今天要知道 字 是整个世界 宇宙法界的根源 就是法身 就是正因 就是不二之法 为此一个 十方三世 一切众生 共同一法身 我们所有人的 字 都是一个 而字的启用 叫自信 本体的启用 叫自信 信在作用 所以我们什么叫自信呢 就是本体的启用 叫自信 是信在作用 这个作用是谁的作用 是自的作用 不是他的作用 不是天的作用 不是地的作用 是自的作用 所以官 从哪来的官 从自来的官 自能干什么 自能起官照 所以官自 今天只讲了两个字 官自 官 从自来 自能升官 下一件 我们再讲 最好 非常感恩孙老师 给我们做了这么 精彩细致的 这个讲解 现在 先有一个 发到我这边的 一个学员的 一个问题 他提到 就是说 您刚才讲 学佛的这个目的呢 是觉悟自信 那和学佛当中 所谓的 我们讲 叫福报啊 叫福德呀 这个之间 有没有什么关系 这个 就好比什么呢 就好比一棵大树 这棵大树的存在 咱们最终 它就做动量 但是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可以给人 遮阴 挡雨 对不对 也可以呢 给小鸟住窝 也可以呢 给猴子玩耍 对不对 但它的目的呢 并不是给小 长出这个大树来的目的 并不是给小鸟住窝 给猴子玩耍 或者说 给我们遮阴 实际上 这些东西 都是它的 复在 顺手的 我们说 增加 所谓 世间的福报 啥叫福报呢 不会就是 过得好一点 活得好一点 有很多学问 都能让 怎样 福报 从哪来持戒 持戒 所以只要 我们能够 按照 规律 按照规矩 去做事 心地能够 清静 就有福报 所以 能够让我们 生福报的 学问 法门 多得好 为什么我说 佛法 它最终的目的 或者不能说 它的目的 因为佛法 没有目的 我们从某种角度 来讲 价值研究 佛法 在我们当代的 价值是什么呢 它最终的价值 就是帮助我们 因为 能帮助我们 觉悟的 其他的学问 太少了 当然我们可以 通过觉悟以后 再贯通 其他的觉悟 那是另外一回说的 但是如果 没有佛法 在 你通过 其他学问 想贯通 比如说 书法 比如说 中医 比如说 武术 太极 如果没有 佛法的提纲卸领 如果从最原始的 角度上去 它是很难 突破行御的 所谓的仪器 这在佛家 就是经缘的 属于什么 属于武运当中的行御 是个障碍 连光都没到 当然道家后面 也有练的 练的所谓虚实生败 也有成就的 咱不是说这个 道家 我不是说道家的 我只说道家 传在外面 比如说中医 我们常见的 说中医也能入道 书法也能入道 太极也能入道 这些记上的东西 它能入道吗 但是 它是经过 佛法的加工之后 才能入道 所以到后面 它本身 在它的修行体系当中 它只是入道之机 它只是个基础 所以我们能够 接触到的 真正觉悟的方式 方法 或者真正觉悟 让我们彻底明了 讲得这么通透 这么洒脱 这么明了 这么根本的 直指人心的 目前我知道的 微佛法 其他的都是顺拜提 里面藏的 有道德英文吗 有 藏的有 它往往最后一句 什么为果而已 什么为啊 无不为啊 什么等等 它里面会藏着 这些东西 但是你如果不通过 佛法的解释 发明和讲 一般人看不懂 而佛法是翻来覆去的 讲这个 佛法 佛法 就让你觉悟 佛陀不打 什么意思 去觉悟 这意思 佛法就是研究 我们觉悟的学问 它所有的指向 所有的目标 所有的力量 都在于我们的觉悟上 觉悟之后在说 怎么去利用天道啊 怎么展现天道啊 读家怎么展现人道啊 它是在用道 而这个过程当中 如何去觉悟 如何去悟道 他讲的并不是 力量并不是那么集中 而佛法的力量 是最集中的 你一旦悟道 就后面学你了 你爱学佛学 爱学道学道 爱学卢学如 爱学啥学啥 所得志 你学什么都对 为什么你已经悟道了 你已经有意义贯置的 所以佛法通了 一切法都通 什么儒家啊 道家啊 没遗忘而止啊 真的是一回事 所以 这么好的东西 有没有福报啊 当然有啊 你说的那个什么 什么功德啊 福德啊 等等这些都有 但是它不是根本的 如果说 刚才我说了 入宝山 而空手 或者说 拿个盒子回来 那不亏吗 所以我们讲佛法 一定要把佛法的本质 讲给他 把佛法最精华 最浓缩 最好的东西 讲给大家 至于它衍生出来的 当然有很多 啊 无量无便 都没有错 我讲的佛法 非常的庞大 但是我们 只讲佛法 最精神 最核心的东西 这是我要干的事 对吧 当然有人愿意讲 那是他的事 每个人的志向不同 各得有各的应机 咱们应的机就是什么呢 就是把三教育油的 本源的东西讲出来 至于它细的 哎 我怎么去念个咒 是吧 我就能 咱们也有啊 是吧 之前不教大家 一些小的咒 咒法啊 什么小的一些 什么手法 看个病啊 什么 调理个身体啊 调理个心情啊 是吧 它也有很多 小方法 但它不是佛法 它只是 佛法体系当中的 一个小的实验 谢谢 谢谢孙老师 给我们做了 这么精神的讲解 实际上是我们 很多这个 学佛的 这个朋友当中 经常面临的 一个问题 大家都说 你学佛 为啥呀 这个 这个根本目的是什么 可能我们 日常的这个 学习过程当中 大家这个 就所谓的 所求吧 你到底是求的是什么 这个是我们 一个根本问题 实际上今天 孙老师给我们 这个 做了一个 非常精彩的 一个开示 就是我们 来学佛的 最终的目标 到底是什么 就是觉悟 我们自心 觉悟我们的本性 这个也是我们大家 今后学习过程当中 要这个 时刻 这个铭记的 一个这个目标和方向 我这边还有一个问题 刚才孙老师呢 提到了这个 一个最重要的方法 就是等 那么这个等 和这个 歇迹菩提之间 是一回事吗 不一样 歇 和等 完全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事情 歇迹菩提呢 是我们 《楞严经》里面 一个典子 是顺若多罗吧 记不清这个人的名字了 是个美男子 特别喜欢照镜子 看到镜子当中的自己呢 乱唱 这是个声音 这么长着 这么憨色 是吧 他又把它当成一个什么呢 一个现象 来赞他 说这个 这张脸长得 忒好了 哎呀 真漂亮 真好看 迷了 人家问他 这张脸 是谁的脸呢 说是我的脸 那是 谁 是我的脸 他说你的脸 既然在镜中 那你脖上 还有没有脸 你的头还戴不戴 哎呦 我头都丢了 对呀 我头已经到镜子当中了 它长得那么漂亮 那我头哪去了 我头呢 疯了 哥们就疯了 到处找人问 大哥呀 你看着我脑袋没呀 大姐呀 你看着我脑袋没呀 发疯了 哎 你这不在你脖子上吗 哎呦 原来 我的头 在我的脖子上 这个时候觉悟了 狂性遁切 狂性遁切 这个时候 为什么 他以为自己的头丢了 但头丢没丢呢 没丢 他发现了他的头 找到了 他头来没来呢 也没了 实际上他的头本字句 如如不动 就在那 所以经纲经上讲 如来 如来 无所从来 亦无所从去 这个头本来没丢 就在这 问题在哪 问题是你发狂 和你觉悟 发狂的时候 你认为什么 事件恐怖 暴走 对不对 就跟我们现在看的 那个什么满江红似的 是吧 看完满江红上班 以前二十分钟到 走得不行 现在十分钟就到了 是吧 为什么 他第一次难找 他再走得快啊 他忙活了 这我们就忙活了 忙啊 早急啊 但是等到你证明了 我有用 春有百花 秋有月 夏有凉凤 冬有雪 冬有雪 若无闲事在心头 时时日皆是 老时节呀 歇迹不停 什么叫歇 歇了之后 你才能觉悟到 真实的现象 叫歇迹不停 它是一个什么状态 它是个描述 描述你觉悟之后 由你转悟 由吃转醒的 一个状态 而等 是个方法 你还迷着呢 还没有开悟 你这个时候 你要什么呢 把这个等啊 把你找的这个东西 病下来 我不找 暂时不去找 明白吗 暂时不去找 心一静 哦 原来 头不就在这吗 悟到了 悟到这 你看我折腾什么 这叫歇迹不停 它俩不在一个层面 等 还在什么 还在 有违法 有违法 向 无违法 过渡 歇迹不停 是什么 是一切妙用 显现的状态 一切妙用 显现的状态 就是万法 归宗 万法 归一 一切现象 进入到 本性当中去的 过程 叫歇 所以两个 不是一回事 那今天 我们心经的讲座 到这里 非常感谢孙老师 给我们做的 这个精深的讲解 谢谢 好 谢谢大家 谢谢